人家早點要帶大家來關心北韓 在26號的清晨5點半 向日本海的海域發射了一枚型號不明的彈道飛彈 由於在飛了大約250公里之後 就在海面的上空爆炸 所以南韓方面是推估說呢 這可能是試射失敗 不過我們來看到北韓官媒朝中社 他聲稱說是成功進行了飛彈的探頭分離 還有導引的測試 驗證了多彈頭擊中目標的能力 但是我們看到南韓的回應呢 是說那北韓誇大實驗結果 因為他們說飛彈早就在空中爆炸解體 好我們再來看到的是美日韓在6月27號 啟動了自由支援聯合軍演 側重在彈道、防空還有反潛作戰 就是為了應對這個朝中二帶來的區域挑戰 而剛剛提到的北韓射彈呢 顯然也是針對美日韓之間的軍演 另外南韓在廢止919軍事協議後 時隔了6年多的時間 再度舉行了海上的實彈砲擊訓練 發射的正是在國際上暢銷的K9自走砲 好我們先回到北韓呢 聲稱說他們成功試射了這個多彈頭的飛彈 但是華爾街日報他們用的標題是說 真實情況撲朔迷離 那我們想請教聖豐哥了 到底是北韓說的對還是南韓說的真的誇大其詞 到底兩個人誰說的是對 平安下以我們現在有限的資訊 以及我們的專利常識實在沒有辦法去判斷 南韓說的對或者是北韓是吹著牛 我們是沒有辦法來做這樣 但是應該從更上一個格級來看 為什麼這個時候又發了一個灰彈 我想一想 南北韓跟兩岸有多類似的地方 08年到16年的時候 你從來不會覺得台海有危機 從來也沒有人認為台海是兵兇戰危 一樣的 當文在寅跟這個金正恩 在38度線這樣子跨過那一點點的鴻溝 相互擁抱的時候 我們不是發現 原來和平跟戰爭的距離 是這麼樣子的一線資格 本來是對峙的兩個在一起 再來看看金正恩跟這個川普之間 也有兩次的會談 不管事後怎麼樣子 至少整個社會看到的是 整個的東北亞的集市 是朝緩和的方向在走 那現在呢 怎麼又搞得是這個樣子了 誰是始作庸子 是中日韓三國合起來 接著睡不著覺 所以起來會搞一搞他們難過嗎 應該不是吧 最重要的原因不就 一個很明顯的事情 那就是俄乎戰爭 當整個的西方 要把俄羅斯 想把他摧毀想把他壓垮的時候 然後動員的跟他同文的 這個同種族有關係的烏克蘭人 來打的這一仗 那OK 既然你可以用了烏克蘭出來 那我俄羅斯可以用一個好朋友 那個好朋友叫誰 叫做北韓 北韓在前世代沒有幾個朋友 那就是一個好朋友 那北韓的噁心你 剛剛好而已 那又來了摔人三人族 哪三個摔人 這是民調很低的拜登 那加了民調更低的飲食業 加了一個已經微微快下台的 這個岸田倫雄 這摔人三人族 就把整個敦北亞 把它搞成一鍋粥 從文在寅可以跟金正恩的擁抱 造成了一個和緩的形式 到了今天畫的灰彈 要把這個責任推給誰 不就是摔人三人族 手搞出來的一個狀況嗎 所以在這個時候以其去猜 北韓這個是成功的 藍藍這個是對的 不如什麼樣的能夠化解 否則的話這個危機 我們都會被牽涉到這當中 是好不過大家也很關心說 因為北韓它長期被國際制裁孤立 但是看起來好像經濟很崑頓 不過大家在國際間 也可以頻頻的看到它屢次的導彈 那飛彈技術還不斷在成長 上次哥你看這背後 如果沒有中俄之間的幫助 是有可能的嗎 北韓跟中國 大陸跟俄羅斯 你說他們關係緊密 哎呀真的是天經地義的 我們怎麼講 就地理位置 我們都知道亞綠江 中國叫土門江 它的上游 發源長白山 上游跟中游 就是北韓跟中國的邊界 下游的時候 他最後轉彎 然後最後到北海 入海 下游的部分 就是北韓跟俄羅斯的邊界 人家就在地理上 就是這麼緊緊密合 所以不只是從政治上解讀 不過當然講 現在在北韓 特別是金正恩是這樣 金正恩 算算他今年 今年40歲 他80後 1984年 所以他今年已經40歲了 算算他從2011年到現在 執政也13年 相對來說 也其實比較熟練 跟過去的聲色 我們都知道 在最近其實普京 剛訪問了北韓 特別是在北韓當中 他們簽立了全面戰列夥伴 這整個過程裡頭 相互的開車 在對方 笑得花容燦爛的部分 當然講白了是這樣的 一個要打仗 一個要錢 所以大家互相交換 在這過程裡頭 有很大的支撐 但這不是表面上 更深層次的 大家都知道 北韓現在火箭炮等 包括他的整個 包括發射衛星 那麼因為他在2023年發射的 第一顆軍事衛星 那麼也就是間諜衛星 今年還要再繼續發射 而整個發射衛星的 航太技術 都是俄羅斯給的 俄羅斯協助的 所以這種國家的緊密性 不同武器 從友好 然後當然以中國來說 更是提供 就近提供 北韓的各式各樣的民生物資 特別是在美國整個的制裁之下 我想其實中國俄羅斯 現在跟北韓之間的關係 在整個西方 歐美 尤其美國主導的國際輿論當中 都試著要強烈把他們打成一個 像類似邪惡軸性的一環 我看到BBC的最大的報導 就是講說 有關於普京 普京去訪問北韓的時候 一直講說 哎呦 北京才是這兩個國家 最後幕後最大的一個支持者 其實大概都是在描繪這樣子的 一個緊密狀況 但其實背後來說 我們不得不說 作為長期來 北韓 包括後來俄羅斯被制裁 中國很清楚 就是最近 越來越在升高制裁的規模 所以國際當中冷戰的 圈圍的部分來講 就會形成這個部分的陣營 你說這個是 中國俄羅斯跟北韓造成的嗎 其實西方 主導造成的 只是說 在這個過程裡 大家要各自的抉擇 我想 當然 最後一句就是說 俄羅斯跟北韓的關係 這麼緊密 但是你說中國跟北韓的關係 夠緊密嗎 我覺得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最後一次就是金正恩去訪問 中國大陸才兩次 2018跟2019年 那麼特別2019年初 那麼還有2019年初到北京 然後2019年的6月 習近平第一次正式訪問北韓 但說實在的 2019年距離到現在也蠻久的 疫情結束了 那不像普京 所以呢我覺得中國大陸也會 謹慎地看待北韓跟國際之間的關係 那在這關係之下 不只是北韓跟中國的關係 而是北韓在日本韓國東北亞 在整個亞洲局勢當中 可用對抗美國的力量 壓制日韓的某種戰略意義 但二方面來講 金正恩的不受控 跟金正恩本身的這種風險性 中國大陸當然是很清楚的 是 好 那在南韓方面 我們又來看到經過了9年的研製 兩年初期的評測 南韓的航太工業 日前宣布正式簽署了首批20架 獵鷹戰機的量產合約 預計是2026年起會陸續的交集 那發動機生產的韓華航太呢 同日也獲得了美國奇異新一輪的授權 要在2027年前呢製造40具的F414發動機 在南韓空軍F4機隊全數除役之後 就要攜手全入賣入了這個獵鷹時代 好我們再來要看到的是前陣子 俄羅斯總統普丁訪問北韓之後呢 剛剛呢包括上次給我們提到 因為兩國之間簽署了這個全面戰略夥伴 這個條約就是承諾說 只要有一方受到攻擊的時候 另外一方要提供援助 好這就讓南韓方面跳腳揚言說 那我要援助烏克蘭致命的武器 好最新俄羅斯外交部副部長魯登科 他在26號會見韓國駐俄大使李杜勳的時候 敦促韓國政府要重新考量跟俄羅斯之間對抗的政策 好我們帶您來看到就是之前但是現在呢 2024年全球的軍力排行榜出爐了 我們來看到南韓它的名次上升了 現在幾身是全球第五大的軍事強國 所以我們要請教伯仲老師了 南韓氣旦這個二朝之間的軍事聯盟 那俄羅斯也很擔心說你首爾會不會支援烏克蘭一些 就是不射線的這種武器 那兩國之間是互相在牽制嗎 是的賓勝克勞塞爾斯講過 軍事是政治的延伸 也就是說任何軍事情動都可以用政治因素來解讀 因為主持人伊林年紀比較輕 沒有走過我們三位來賓那個年代 你知道在我們念中學以前 只要台灣的教科書 甚至故事書 新聞媒體提到俄羅斯的前任蘇聯 全部都是負面的 把他妖魔化 他就跟邪惡國家一樣 為什麼 因為我們跟蘇聯有辛仇舊恨 舊恨就是國共內戰 他站在老公那一邊 辛仇則是二戰結束之後的全球冷戰 我們跟美國是一夥的 那蘇聯跟中共是屬於共產國家的集團 所以我們講到他都會負面 通常道理 韓國南韓南朝鮮 講到蘇聯也是負面的 因為舊恨就是韓戰 辛仇就是冷戰對抗 但是在1991年蘇聯解體之前 在1990年的時候 雙方就已經冰凍融解 大和解 建立外交關係 1991 俄羅斯繼承了蘇聯之後 雙方的關係其實還不錯 一來 俄羅斯跟南韓 都是重要的一個經貿夥伴 雙方貿易也非常巨大 此外 在目前發達國家裡面 南韓是極少數發達國家的國民 去俄羅斯這邊簽證 連日本美國都沒有 所以雙方關係很好 而且還簽訂了戰略夥伴關係 所以表面上看起來雙方互相交成 事實上關係很重要很友好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一個情形呢 我們用牽制平衡 所謂制衡來看 就跟台灣是美國制衡 中共的一個槓桿一樣 也就是說美國如果要操作中國議題 就把台灣當成槓桿 通常道理 俄羅斯要操作南韓議題 就是把北韓當成一個槓桿 今天我跟南韓比較不好 我就對北韓好一點 反之呢 我跟南韓好一點 就對北韓比較不好一點 那因為南韓加入了美國 制裁俄羅斯的行列 那俄羅斯也把南韓列為不友善國家 不過南韓對俄羅斯的制裁 基本上都是口頭上的 並沒有什麼實際效力 不通不揚 那俄羅斯把它列為這個 這個不友善國家 也沒有什麼實際效力 那因為俄羅斯跟北韓簽訂了 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那除了剛剛主任講到的 一方有勢另一方來支援之外 還包含另外兩點 也就是說 雙方互不結合外國勢力 來攻擊對方 此外呢也不會容許外國勢力 在自己禁煉 這個展開對對方有害的軍事行動 比如說部署部隊 或部署長程飛役等等 那既然俄羅斯跟北韓都可以簽訂 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注意喔 俄羅斯跟南韓簽訂的 叫戰略夥伴關係 那跟北韓簽訂的 多一個全面兩個字 comprehensive 也就是除了軍事方面 還有科技 文化教育 經濟貿易等等 醫藥衛生的合作 那今天你們都可以簽約 因為我南韓不能叫兩聲嗎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當成一個是 牽制和平衡的動作 事實上應該沒有什麼實際的太大影響 謝謝博仲老師 好 不過最近呢在國際上 大家很關心的一些衝突熱點 可能就是包括了南海 還有俄烏跟中東 甚至是台海 南北韓的關係惡化 這三個溝通機構通通都廢除了 朝鮮半島的危機 西風哥您看是今年下半年 最大的黑天鵝嗎 講到這個真的 美國真的 美國那麼緊張在幹什麼我搞不懂 它那麼高的經費 是為了美國的安全 或是為了美國的霸權 它的經歷第一是為了美國霸權 從來不是為了美國安全 美國是世界最安全的國家 因為它沒有強國 沒有對它有威脅的鄰國 可是呢這個霸權搞得今天 包括主持人剛才談的 南海 台海 俄烏 中東 什麼 都有他們 沒有 只要把它拿掉這些問題 大概就解決了一半了嘛 所以我想第一個 我們大家不要被西方的 以訴啊 跟話語權帶著跑 第二個 我想南韓特別要思考一個問題 我想南韓必須要想清楚 假若不幸 韓戰又再度發生 請各位想一下 以下的兩個鏡頭 第一個鏡頭 就戰場發生在南方 就38度線以南 韓國的經濟是崩潰的耶 韓國的經濟絕對經不起戰爭 因為它的產業結構 是戰爭就完了 好 那假若 發生在北方 那一個問題就來了 那美國要不要介入 當然要介入 因為英美韓聯盟 美國要介入嘛 可能美國只要想到 1950韓戰的時候 中國大陸講什麼話 南北韓自己怎麼打 我們是沒有意見的 因為是內戰嘛 但美國只要你介入 要越過38度線 那我是要管的啊 美國當時是不理的 結果有沒有管啊 就管啊 這搞得 美國自己講 這有史以來第一次啊 沒有戰兵是停戰誰定的嘛 所以 在這樣的情況下 這一場戰爭 在北打 會把中國大陸引進來喔 那時候美國想到就 睡不著覺的 再難打 韓國是垮掉 所以韓國人想清楚 假若你的命運 是要讓美國來操縱 你就會面對這樣一個 非常悲慘的命運 烏克蘭的命運翻版 台灣也是如此的會被翻版 韓國不重要 重要的是誰 重要的是美國 所以 當 這個 俄韓啊 俄朝 他們簽署了 這個 共同防疫條約吧 就是所謂的 攻守同盟啊 這個 又誰把他逼簽成的呢 這個 簽成了之後 現在別忘了 這一個 一天到晚被制裁的北韓 從此以後 名正顏色的資源 俄羅斯啊 以前還要偷偷摸摸有沒有 現在可以敲通擋鼓啊 怎麼把他搞成這個樣子呢 所以我還是老話一句 今天看了 兩個老人在決定世界的命運 我想了我就緊張 俄羅斯總統普丁大家都知道 這個禮拜他去北韓 進行訪問 那真的是 時隔了24年之久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北韓呢 真的是大動作的 來高規格的接待 並且是歡迎普丁 那普丁呢 跟金正恩 也就是北韓領導人見面 雙方也簽署了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然後普丁呢 看到他繼續呢 又往越南去訪問 而對於普丁的這趟北韓之行啊 美國智庫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研究員 叫趙通 他就分析說呢 中國大陸對於北韓 與俄羅斯的軍事合作升級 這個態度是持保留的 因為呢俄朝合作可能破壞北京對平壤近乎壟斷的地緣政治影響力 而中方也極力製造出一種呢 這個中俄朝三國正在形成聯盟的觀感 為什麼呢 因為這可能會破壞中國大陸與西方國家維持現在的務實合作關係 好我要請教金哥的就是 所以現在看到俄羅斯方面普丁 你說他訪問了北韓 然後呢現在看到他訪問越南 在這種地緣戰略上面的出招 就中國大陸的角度來看的話 習近平要怎麼處理這個戰略上的問題 我必須要講這位研究員趙通 是講了極度的外行話 我建議他去讀一下 這個2023年3月21號 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俄羅斯聯邦 關於深化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的聯合聲明 第九點 對於東北亞以及朝鮮半島 雙方存在共同的立場 那邊白紙黑色寫得清清楚楚 根本就不是戰略的這個難題 而且普丁去訪問金正恩對不對 這個國際社會各交各的朋友 但是他去跟北京這邊簽的聯合聲明之中 就已經把他要做的事情 兩邊都已經認可 而且寫得白紙黑色寫在那邊 所以趙通在這邊與其在那邊瞎猜 他根本就不去讀這些文件 這些文件去你去對比 普丁不論是訪問北朝鮮或者訪問越南 有沒有愉悅那個聯合聲明的這些 就是說這個基本的立場 這個莫斯科知道北京 對於你去訪問越南跟朝鮮 會有些顧忌 所以在聯合聲明寫清楚 那同樣的 當今天北京的領導人要去訪問中亞的時候 他也會跟莫斯科簽聯合聲明打好招呼 大國之間交往 啟是招中這種水準的研究員他所能瞭解的 處理上面其實很多的細膩當中 其實是看得出來 是必須要很仔細的解釋 這也要把話講明白嘛 所以乾脆發一個聯合聲明 然後你去對照他的去那邊 言行是否超過那個聯合聲明 假如按照那個聯合聲明來演出 那就是完全雙方有默契嘛 我這次看到普丁防北韓 當然也引發了外界 也對於說雙方 剛剛我們特別提到的是 軍事合作上面會如何的進一步 或者是說是深化 當然也引發了區域核武的擔憂 因為外界也在討論是 如果北韓除了發展洲際的核武之外 萬一研發這個小型核武怎麼辦 好 說到核武呢 根據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核平研究所 發表一個最新的全球核武年度報告 就看到這個報告當中 就表明了這個2023年的北韓的核彈頭 由30枚上升到50枚 增加的幅度是67% 增加的比例最高 而中國大陸的核武彈頭呢 則是由410枚增加到500枚 增加幅度達到22% 雖然說中國大陸的核彈頭增加比例 沒有北韓高 但增加的數量是最多的 我要想問這個蔡老師 就是我們剛剛特別提到的是 如果北韓他們現在發展是 洲際的這種核武 但如果真的萬一在未來發展小型核武 那當然對鄰近的日本跟南韓來說 是很大的威脅的 美國現在在這個韓半島 他們希望打開這個核保護傘 有辦法保護日韓嗎 這個的話我們可能要 剛剛主持人所說 那個data做簡單一個說明 這邊的話就是 我有把那個data秀出來一下 這是最新的 最新的話我們會看到 全世界總共有12121顆核武 然後第一個的話是俄羅斯 第二個的話就是美國 然後我們看到中國現在已經是500枚 500枚 對 然後再來就是北韓它的一個增加 所以還是美國 第二個是 第一是那個俄羅斯 如果用數量來講的話 但是這些數量來講 我們會看到我們全球的人 大概都可以死個幾百次了 因為有這麼多 然後為什麼 對 為什麼對日本會有一個很大的影響力的話 我們看到普丁這一次去訪問北韓的時候 他事實上有帶一個人 是宇宙軍的一個技師 不知道是官員還是什麼 他有特別介紹給金正恩 金正恩看了一個 因為我們知道金正恩最近想要發展 所謂的太空 飛彈 他現在已經有核武 那他將來一定會把核武縮小 縮小之後他一定要有載具 有一個東西放進去 縮小之後放進去 這個技術如果說 普丁那個心好一點 給他一點之後的話 他們速度會加快 那對日本他影響自然就會大 那他就必須要依靠 美國的一個核保護傘 但是核保護傘的話 這個道理有沒有效的話 理論上它有嚇阻的效果 可是一打的時候 不管你有沒有核保護傘 我們都可以死好幾百次了 對 所以這個擔心的是 如果萬一南韓說 我們自己來搞一個核武的話 那怎麼辦 那是變成核擴張嗎 對啊 但是問題是美方會同意嗎 對不對 這個就是會擔心的一個事情 或是說日本當然說 核武會不會直接帶進來 它現在不准帶進去 現在看到韓半島的這個 你說核武的發展 其實還是在美方的管控之下 當然我們剛剛說到了這個核彈 那也提到了說 中國大陸他們 目前擁有的核彈頭的數量 雖然說擁有大量的核彈 但是大家想問的就是 真的會使用嗎 路透在6月21號有爆料 他們透過一個報導說 在今年3月份 美國跟中國大陸在上海 時隔5年首度 舉辦了半官方的核武會談 而根據兩位參與談判的 美方代表的說法 說中方在這場會議上面 宣稱在台灣問題上 不會訴諸核武器 而代表美方的這個學者 叫做Santoro 他則表示說 北京絕對相信 自己能夠以不使用核武的情況之下 在對台灣所採取的 常規作戰當中獲勝 可是現在我們看到 有一場戰爭就是俄烏戰爭 從俄烏戰爭的經驗來看 現在俄羅斯最近前一陣子 也看到他們在5月底 在烏克蘭周邊 開始進行所謂的 戰術核武的演習 來回應西方的挑釁 當然無非就是希望提高這個威責的效果 所以施董 你怎麼看 難道說 在台海這邊 如果是這場會議上面說 在台灣問題上不會訴諸核武器 可是動用戰術性核武的可能 也是幾乎於零嗎 您覺得 三月的這個會談是 美中兩國一點無鬼的會談 我覺得美方的講法 對了一半錯了一半 怎麼說 所謂中方稱在台灣問題上不會訴諸核武 這個講法是對的 因為核武絕對不是在討論兩岸關係的時候 人民解放軍或他們的一個制度 會談論到的一個變數 這樣子 可是 那個 Santoro的一個講法 我覺得是有問題 他說 北京絕對相信 能在不使用核武的情況下 對台灣採取常規作戰中獲勝 武統或者是對台灣需要使用武力 這個是一個政治的一個問題 那中國道路到底有沒有這樣的一個 軍事上的一個準備呢 習近平的訊息很清楚 在期待人民解放軍在2027年的時候 能具有攻台的實力 這並不代表習近平要攻台 是表示說2027年要達到這個實力 那就表示說人民解放軍正在努力 但是這是準備 這並不等於攻台 也就是說 他不放棄武統的一個主張 是為了用來呼應他的和平統一主張 因為和平統一還是他的一個主旋律 更何況你談到核武 在這個兩岸關係上談到核武 會有一點荒謬的是說 在國際協定上 美國一直沒有簽署說 他不首先使用核武 可是中國大陸這方面的政治立場 訊息很清楚 他不會率先使用核武 就是說除非你用核武打我 我才會反擊 否則任何衝突他都不會 所以你在這樣的一個情況底下 特別是我們要注意到那個王滬林 才在海峽論壇講了一些話 講了一些話 他說中國大陸對台灣問題的一個議場 就回到習近平4月的講話 是4月喔 不是520賴清德講了一些話之後 國台辦的反應是4月 4月是什麼場合呢 就是習近平對馬英九講的那番話 那番話整個拉回來就是說和平統一嘛 那你認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嘛 如果你認為是的話 一切好談嘛 還是講的是社會的融合發展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題下 你一下子達到一個核武的一個問題 我覺得是沒有打中目前兩岸關係的一個重點 我想簡單請進格回應一下 就是掏起中國大陸的一句話 說在台海如果動和治愈嗎 其實中國大陸在核子釋爆之前 核彈頭釋爆之前 周恩來就已經講過了幾個原則 不率先使用 不對無核地區使用 不對無核國家制 或無核這個就是說對象使用等等的 這幾個一路走來 當時他講的時候 全世界都把它當作笑筆 說你還沒有核爆 第二天砰一下核爆 他又制所有的造會 正式的管道 再重新講一遍那個原則 這麼多年以來 他是唯一一個做過 not first use 不率先使用 不對無核國家 不對無核地區 不在無核地區使用 這些一路走來沒有去改變 俄羅斯總統普丁他回味24年 在訪北韓 而這一回從畫面上 媒體曝光的畫面 我們看到金正恩 真的是給足了面子 在6月19號是大半夜凌晨的2點鐘 他親自公營 熬夜來接機 這大半夜馬路上還燈火通明 到了白天的時候 畫面也很驚人 在平壤市區有數十萬的居民 他們手拿著鮮花 還有兩國的國旗夾到歡迎 甚至把這個普丁頭像的拒捕海報 就掛在金正恩的旁邊 其實古今中外來說 很少會有這種大場面 感覺說整個北韓 好像這一天唯一的焦點 就是普丁來訪 接著我們從圖卡上來看到 雙方就馬上來簽署了協議 確認雙方升級為全面戰略夥伴協議 好 我們來看到的 他們承諾未來其中一方 只要遭到侵略的時候 另外一方將會提供來援助 不過針對這一回朝鶴的會面 其實BBC有進行深入的分析跟報導 我們來看到BBC說 這兩位領導人是感到彼此需要對方 因為普丁他很需要彈藥來維持烏惡戰爭 那北韓方面需要的就是資金了 好 現在兩個人很高調展現了友誼 但是BBC也點出說 其實普丁他是知道 這種友誼其實是有限制 而這個限制就是中國國家屬席習近平了 好 所以我們要問黃老師兩個問題 首先我們來問到的是 二朝兩位領導人 他很高調上演這個兄弟情 是不是真的會依起習近平的不滿 那再來金正恩跟普丁 他們各自的盤算又是什麼 我們把地圖放到自己腦袋裡面 我們大家可以看到三個三角形 一個就是中國大陸向來號稱沒有同盟 不跟人家有軍事同盟 但是大家都知道這個巴基斯坦跟北韓 跟中國大陸基本上有這樣子一個三角形 可以算得上是盟國 那另外一個三角形就是俄羅斯跟這個北韓 還有這個越南 這樣子一個三角形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俄羅斯跟伊朗跟北韓 如果我們從俄羅斯戰爭的角度來看的話 中國大陸是被美國一再的警告 千萬不可以有任何軍事物資來援助俄羅斯 但是國際間普遍都懷疑 其實中國大陸不需要直接的對俄羅斯提供援助 因為它有兩個好朋友 一個就是北韓一個是伊朗 可以透過另外的管道可以對俄羅斯提供援助 當然我們今天主要討論的是北韓 其實中國大陸跟朝鮮的關係 在冷戰結束以後看起來是雪蒙 是German 但是彼此在邊境中間的一些局域 不愉快也蠻多的 那麼邊境的問題始終困擾 如果你從中國大陸的公安武警的歷年的紀錄來看 事實上中國人民解放軍跟中國的邊防部隊 對於中朝的關係 從那個角度來看的話 並不是特別的好 我並不會認為說這一次俄羅斯訪問平壤 會讓習近平特別的不爽 因為其實普京又再度連任總統以後 他第一個出訪的國家還是北京 而且他訪問北京的時候已經 習近平已經知道他之後要訪問平壤了 所以雙方應該是理解彼此的需要 最後我要講一點 俄羅斯跟中國大陸過去曾經有一段說 他們的友好關係是無上限 沒有天花板 可是這次普京到中國大陸去訪問的時候 已經回復到過去的說法 不針對第三方 等於是在某一種程度上面 並不像過去我們可能去想像他們是無上限的 一個中俄關係 那麼所以我覺得任何兩個接壤的國家 都不可能是鐵哥們 一定會有一些彼此的猜忌跟顧忌 所以中俄那麼長的邊境 再加上中朝的邊境 這些彼此之間爾虞我詐一定會存在 是 針對黃老師這個說法 他提出了不一樣的見解嗎 可是外界認為說 是不是中國其實還是會吃醋 還是有這樣的觀點存在 但是另外一位我們來看到是 旅美的中國政治學者鄧宇文 他有另外一個觀點 他認為說其實俄羅斯跟北韓 越緊密的話 對中國來說其實反而是越有利的 他說因為中國其實很需要這兩個國家 在西方這邊來搗亂 那李老師你怎麼看 我覺得這次要普京去這個北韓訪問 其實應該是互蒙其力 那對於中國大陸而言我覺得沒有所謂的吃味的問題 因為這三方三個兩邊 雙邊關係其實都還可以 都還不錯的 那為什麼是對金正恩來說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知道過去十多年來 大概從2006年開始 北韓一直是被國際制裁 制裁是全方位的 不只是聯合國安理會的制裁 也包括各別國家 不管是歐盟 美國 南韓 日本對它的制裁 所以一定程度上它是陷入外交孤立 還有各式各樣的制裁方式 有時候我們開玩笑說 你但想得到的各種制裁方案 聯合國的 教科書上想的 北韓都遭受到 所以當然他很希望 藉由跟這個普京關係的改善 能夠改善他的這個國際的地位 那對於普京來講何嘗不是 因為畢竟俄羅斯的這個國際地位 還是高於北韓很多 但是我們也知道 普京上一次訪問俄羅斯已經是二十多年前 但是北韓領導者出訪這個俄羅斯 基本上去年一次 2019年疫情前一次 再上一次可能就是到2011年 那雙方為什麼會互盟其力 我覺得主要也是因為 打了俄羅斯戰爭之後 對俄羅斯而言 他也同樣面臨一定程度的國際孤立 互取所需 互取所需 雖然經濟上看起來可以 但是自從去年3月8號 國際刑事法院對普京激發出逮捕令 所以可以說仔細看 在激發逮捕令之後 其實普京出訪國家數目是少的 對比他過去 中國包括這一次的北韓 越南還有過去有兩個中亞國家 所以比較少 所以這次互盟其力就是圖卡上所顯示的 因為俄羅斯也需要 北韓對於俄物戰爭裡面 提供他很多的武器彈藥的指示 那北韓也需要俄羅斯提供一些 比較高技術的這種科技 尤其是去年 當金正恩訪問俄羅斯的時候 他帶去看了幾個地方 都有關鍵地位的 比如說他去看了東方航空發射場 衛京發射 他去看了俄羅斯戰機製造工廠 也去視察了太平洋艦隊 所以這些是金正恩感興趣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兩方面是豁蒙其力 對於北京來說我覺得不會是問題 這是大家是有共同力 因為中俄關係一樣是緊密的 謝謝劉老師 我們接下來看到普丁在日前訪問中國期間 其實中俄也有發佈一個聯合聲明 我們來看到其中就有提到朝鮮的問題 說中俄將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 就中國船隻經過圖門江下游出海航行的這個事宜 要展開建設性的對話 好我們就來看到圖門江出海口 他其實對中國來說就是一個長期都沒有解決的問題 因為牽涉到的就是這三個國家之間的利益 那如果這個問題被解決了 是不是北京接下來就打開了一條信航道 對啦 如果能夠透過普京的安排 因為圖門江的事情事實上 在中俄共同聲明這麼厚的聲明裡面 本來就已經寫在裡面 所以這一次俄羅斯去跟朝鮮談這個問題 並不是突發的 是自己帶出來的一個新的議題 而是延續了普京訪問 北京的時候跟習近平所談到的問題 那麼我相信不管說俄羅斯他有沒有這個力道 或說服力能夠讓朝鮮 在中國大陸船隻使用圖門江 作為一個出海口的航行權利 能不能夠真正打通 既然被提上議事日程 而且是早有預告 那麼我相信應該是有了相當的準備以後 才會是由普京跟金正恩 再就這個問題 再做一個討論 我相信打招呼是老早就打了 那麼至於說將來在如何合作 核准什麼樣的船隻 要透過什麼樣檢查執行面上面 有沒有細部要再討論 我覺得還會有 不是一帆風順 那麼但是相信結論應該是說 中國船隻可以藉由圖門江出海 這個應該是可以確定的 是 軍事方面的消息我們繼續來關心到的是 南韓海軍在6月19號表示 有三架被譽為這個 我們來看到潛艇殺手的 美國P-8A海城市海上巡邏機 這個抵達了普尚海軍航空司令部 好其中三架呢在本月的30號抵達韓國 要投入明年中期的這個實戰部署 好不過我們要請教將軍了 現在南韓的這個海上的巡邏機 現在是主力的這個洛馬P-3獵戶座 它的機靈來說其實是已經頗高了嘛 那接下來你怎麼看說這個P-8A反潜機 它的作戰能力呢 第一個我特別要講P-3這個獵戶星座的反潜機 除了機靈老舊以外 它在這個中國跟俄羅斯面前等於是裸奔的飛機 為什麼我這樣講呢 因為大家要記得2001年的時候南海撞擊事件 那時候就是P-3A的這種獵戶星座反潜機 跟中共的軍機插裝 插裝以後這架飛機就迫降在南海的基地 那迫降在南海基地 那解放軍那時候就很明顯 把這架飛機完全徹底拆開來 每一吋每一吋仔細的研究 等到研究完以後 然後美國那時候交涉了很久 最後它才把它還給美國 那那個可以說P-3A這架飛機來講 它飛機上面所有性能所有機密 甚至於電子信號等等 幾乎都已經被摸得透透的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如果說是P-3A這種獵戶星座戰機 在韓國來使用來講的話 它等於是說完全是裸奔 完全沒有任何機密可言 第二個我們來講說 為什麼這個地方需要比較先進的反潜機 包括日本、韓國跟美國 因為我們要知道 在這個地方發射的飛彈 幾乎都是洲際彈道飛彈 由潛艇來發射 包括我們這兩天 我們自己炒得沸沸沸揚揚的094 後續可能有096 那俄羅斯來講的話它更大 它的這種所謂的這種北風之神 它攜帶的核子彈 洲際導彈的數量更多 那這些導彈這種權限 最好的位置就是在北海 也就是說甚至於是在北極海下面 它可以穿過北極海 因為從那邊發射我們知道 地球是大球航線 從刺刀到美國去是最遠的路線 那如果從北極 或者是北海那邊發射來講 距離最近幾乎可以涵蓋整個美國 所以在這個地區裡面 可以說是一個潛艦 一個很重要全球活動的一個地點 在這個地方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當然就不管日本、韓國或者美國來講 需要有先進的這種反潜機 在這邊才可以實施這種作戰 第三個我要講說 P8A來講的話 當然海神號 確實是比獵物星號 它的作戰範圍 我們講反潜的範圍 要將近多了一倍 當然所有反潜機 包括P3跟P8 它都有那種魚雷 或者是這個水雷 這些工潜的這種武器在裡面 但最重要的反潜反潜機 最重要的是它的反潜能力 反潜能力我們可以 從一個指標上面來看 就是它所帶的聲納 數量有多少 當我帶的聲納數量越多 來講的話 我可以部署 我可以抓潜艦的範圍越大 然後P8的反潜機 它所攜帶的數量 是P3的一倍以上 所以它可以部署更多的這種 聲納潜艦 比如在海裡面 然後這個範圍可以更廣 在這種狀況下 它可以更深的來收集 這個海底潜艦的活動 那我接著要講 就是說這個聲納來講 經過這麼多年來講的話 科技方面也提供很多的改進 聲納來講的話 這次大家也在沸沸揚揚講說 094為什麼從台灣海峽這邊走 然後不走東 其實它是不在意 為什麼不在意 聲納我們看這個水 假如說我們拿一根筷子 放在杯子裡面 你會發現那個筷子是斜的 用肉眼看是斜的 那聲納也是這種道理 潜艦的聲音來講的話 它在海裡的聲音 由於它的深度不同 由於它的鹽分不同 它所謂聲納發射出來的 你收聽到的音波或聲音 也會有折射的關係 也會有不一樣 你可能認為說 我聽到聲納聲音是在A點 那事實上潜艦是在B點 因為它也有這個折射的關係 那現在來講 換這種新型的聲納來講的話 可以補多潜艦來講 我想說可以會更精確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當然就是說 這北海來講的話 那就美國 它就它地緣戰略關係來講 它一定要增強 不管是日本或韓國的 這種潜艦的反潜能力 那我們很遺憾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台灣到現在為止 我們美國還給我們的是P3 列戶星座 就是P8 反潜艦你都已經給韓國了 那為什麼不提供給我們台灣 我覺得我們台灣更需要反潜的戰略 因為不管是從巴士海峽 或宮古海峽來講的話 或花蓮地區 花蓮外海 反而是解放軍它的潛艦 容易浮動潛伏的地方 那在這種狀況下 我反而認為說是 那你美國真的是有一點大小眼 那我們這麼需要這種潛艦 我們真的是反潜錯戰 這我們台灣是必須的 反而你不把這種P8 這種新型的反潜機 提供給我們 反而提供給我們的指示P3 昨天在節目的尾聲的時候 我們曾經提到過這個中東的局勢呢 現在要擔心的會不會 另外一個地點就在韓半島 果然南韓現在非常的緊張 因為這個南韓軍方分析對照 哈馬斯在開戰第一天就向以色列發射 因為聲稱是發射了5000枚以上的火箭彈 我們昨天也特別分析的 就是超飽和的一個攻擊 那麼對照的話呢 南韓表示說北韓如果是發射遠程火炮 它們最多每個小時 是可以向韓國首都圈 發射16000枚發的炮彈跟火箭彈 相比之下是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射的 三倍之多 北韓的遠程火炮比哈馬斯的火箭更加強大 同時攻擊能力更強 這是不是南韓感到異常的緊張 因為過去北韓是個飛彈 南韓其實反應沒有這麼大 但這一次尾巴發生了衝突之後 卻展現了超強烈的危機感 還有一點我想請周老師 您覺得是不是也因為 美方沒有在第一時間選擇介入有關 我覺得美方的態度一直對於日本 韓國包括台灣都會是高度敏感的 也就是說美國怎麼樣去挺它的盟友 當然現在南韓跟北韓的一個問題 最主要是因為北韓有核武器 而南韓沒有 所以南韓希望美國把它納入所謂的核保護傘 所以美國為什麼會派核潛艇到南韓 朝鮮半島區主要也就是向南韓宣示說 他願意把它納入核保護傘 但問題是兩韓真的發生戰爭的時候 美國願意施加 願意投入多少的資源 投入多少的兵力 以及剛才大家所談到的 美國到底還有多少的兵力 多少的資源可以投入 我想這都是這一次大家所關心的問題 那當然南韓另外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因為它本來在這一兩年來 其實就跟北韓的關係越搞越僵 所以說他們一直是 其實包括現在南韓的國防部長 一直就對於過去的這個 在2018年文在寅總統跟金正恩 簽的所謂的平壤共同宣言 他本來就一直是持一個反對的態度 因為他裡頭牽涉到的一個問題就是說 他限制南韓把他的飛機 飛在他的南北韓邊界的上空 所以南韓有很多的這種 所謂的防空的警戒的這些資產 戰略資產 是沒有辦法投入在 在防止北韓這個採取行動的 所以他現在要廢除這個宣言的意思 就是說他可以重新去部署這些 所謂的戰略資產 而加強南韓的這個自我防衛 當然他也不排除這件事情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也不見得是 跟這個宜巴戰爭有直接關係 而是因為之前北韓跟俄羅斯 談了一個這個協議 就雙方其實沒有公開所謂正式的一個協議 但是金正恩去訪問俄羅斯之後 一直傳出來說他們有沒有可能建立一個 正式的軍事結盟的關係 那這種結盟的關係 如果真的建立了 那北韓的這個軍事實力大幅的提升 在俄羅斯支持之下 那當然南韓就會面臨到更大的一個威脅 現在這個南韓的新任國防部長 叫聲援提呢 他也在最近因為發生了這個尾巴衝突之後呢 他就說呢 使南韓面臨更高強度的威脅 所以必須要透過偵察設備 觀察北韓的軍事動態 提前獲取相關的訊息 2018年南韓前總統文在里呢 跟北韓領導人金正恩所達成的 這個919軍事協議 當時像剛才卓老師提到的 919的這個軍事協議當中 設定了飛行禁區 限制了南韓軍方對北韓軍方前線地區的一些控制 應該是監控 這個挑釁機上的實施監控呢 所以他認為應該要終止這個919軍事協議 但是如果這樣的話 會不會使我們剛才所說的 兩韓之間這個敵意的螺旋呢 不斷再繼續的升高 使得韓半島的衝突威脅也因此增加 對 沒有錯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尹錫悅政府的兩韓政策跟文在寅 基本上讓大家覺得完全不同 因為文在寅當時是希望推動兩韓 全面的和解 所以才有這所謂的這個平壤和平宣言 也就是919戰爭的這一個部分 但是從文在這個隱旗月上台以後 當然美韓跟日有另外新的結盟 再加上北韓的確在這個所謂和平宣言以後 做了某些包含飛彈的試射 包含無人機的侵擾或者其他的事情 當然也激怒了南韓 所以這個隱旗月的政策就修改了 所以現在的國防部長就希望來推動 重新的來部署 但是這個也的確會引發更多戰爭的一個危機 所以在這個部分 南韓現在新的總統 我說隱旗月到底在做什麼盤算 大家還不得而知 但是這樣子這個敵意的螺旋上升 的確會讓這個朝鮮半島的情勢更加危機 之前本來看到兩韓之間 其實是有一些和平曙光的 那最終目標其實希望能夠簽中戰協議 但是這個真的是像剛剛委員講到 換人之後換人執政 這個政策立場就全部重新再來 那這次呢中東的這個事件呢 其實也看到以色列的情報網幾乎是全面呈現癱瘓 因為在之前完全不知道哈馬斯要對他們發動攻擊 也被檢討說呢 因為太過乙重這個高科技 忽略了這個傳統人員情報交換跟傳遞的問題 那這一點呢我們剛剛特別提到了南韓 所以呢現在馬上就有一個最新的例子 讓南韓警覺了 那他們會怎麼防範 還有就是除了南韓以外 台灣呢不用 好我先說明一下 因為這一次南韓他的關鍵 他提出來是希望終止919這個軍事協議 那其實這個反而是在高科技的部分 也就是說在919協議他們其實是限制了海域跟空域的這個活動 那也就是說我本來整個我的南韓的軍方 可能有一些船啊艦啊飛機 可以針對北韓的軍事活動進行監控 但是現在退出了以後 變成只要北韓在私底下做一些什麼動作 南韓是沒辦法即時反應的 所以他們在919軍事協議這件事情的廢除 其實希望的目的是我的高科技手段能夠得到效果 那我也相信 因為其實我們也很清楚就是說 南北海的陸地是有接壤 所以他們其實人來人往 在這個間諜活動其實是非常非常頻繁的 那當然台灣的情況就不一樣 台灣因為就是隔著一個海峽嘛 那在這方面比較困難 那尤其過去一段時間 這個兩岸的政府的這個溝通管道 是不是也都中斷 但是我想兩邊並沒有因此去中斷這個人員的 彼此的一個部件 所以我覺得台灣比較要在意的點 就是說民主國家對於情報這件事情 一直有一個比較軟肋 就是說他民主國家一定程度上你必須要公開 那變成我們在情報活動上 你對你的人民要公開到什麼程度 其實是有一個責任在的 這個當然台灣過去也有很多的辯論 那我想現在的這個很多的這個衝突的情況 都是民主陣營對豬裁陣營的情形之下 那我們民主陣營要怎麼去 像以色列人家講說他情報失敗 其實有一個原因是因為他內政陷入混亂之後 他的情報體系並不是癱瘓 而是因為在政治不穩定的情況之下 這些情報沒有人可以去負責 去決定我要怎麼解讀這個東西 我要怎麼去運用我手上的力量 導致說他的情報被認為是一個癱瘓的狀況 但實際上並不是他沒有在運作 而是因為我提交上去到政治高層的 這一些情報並沒有被受到重視 或者是做出對應的措施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台灣 應該要去參考的一個部分 OK 我們之前曾經在節目當中也提到了 情報的重要性除了說準確以外 還有就是判讀 就是怎麼樣能夠精準的去判讀 不過剛剛秉柚也點出了 就是兩岸我繼續請教大使 這個部分我相信您一定很有心得 就是兩岸之前本來都會有一些 不管是檯面上檯面下的一些溝通管道 互動的管道 可是我們也知道這幾年幾乎是中斷的 如果沒有秘密的管道的話 怎麼掌握到情資 兩岸的緊張歧視仍然存在 但今天東北亞還是緊張歧視仍然存在 但是事實上我願意引述 在很多年前我在台北 跟當時美國AIT駐台處長包藥閣 他是我老朋友 華府的老朋友 剛才也是談 我今天中東的問題 中東的戰爭 跟亞洲的幾個火藥庫也好 像台海問題或朝鮮半島的問題 有什麼分別 包藥閣也是中情局出身的 他認為說中東那種很暴力的衝突 很殘酷的屠殺 在亞洲可能性 在目前來21世紀的可能性是不太大 跟文化有關 對 文化有關 文明有關 這種事情它在中東常發生過 和在亞洲 報道格還拜著一種很有種績笑的 在說你們不可能發生這種事情 你們沒那麼大的勇氣 也沒有那麼大的文明的衝突 就是說文化還有文化 跟特別是宗教的狂熱 對 但胡了解 這個情報的交流 兩岸的確 我是強烈呼籲 現在兩岸一定要開始要做一些溝通 我繼續請教大使 因為來看這個在畫面右方 日本富士電視台的新聞網 他們也特別報導了最近的軍演 就是日本海上自衛隊 跟美國南韓海軍 就在中東發生衝突的這個同一時間 幾乎是同一時間 9號 10號就在東海舉行聯合演習 日方是派出了一艘護衛艦 美方則派出了航母雷根號 還有兩艘巡洋艦 以及一艘驅逐艦的整個打擊群 另外南韓海軍是派出他們的 神盾級的驅逐艦 蘇谷第二號 以及他們的補給艦 對2016年以來首次進行了一個 三方的聯合海上演習 這麼巧 大家想說 哇這個韓半島 我們剛剛特別點到了韓半島 也有可能是未來一個不定時的炸彈 但是在這次這個軍演之後 有分析也認為說 美日韓是不是已經在為了 我們剛剛提到 韓半島潛在的危機在預演 如何去在海上去封鎖北韓呢 當然這個事實上這個美日韓結盟這段時間 這種演習在這一個軍演的一部分 這持續性的一個軍演 這一次也不是最大規模的 這只一個海上封鎖 那麼例行的軍演 但是我想美國從這次 而且我們亞洲國家也必須要感受到 在不久以前 那個21世紀開始 912事件發生之後 美國集中力量在中東進行反恐的工作 所以亞洲留下真空 所以後來中國亞洲崛起 所以亞洲發生問題出來 美國發現再回頭再回反亞洲 在歐巴馬時代再重返亞洲 今天亞洲搞得如火如土 現在中東又發生戰爭 所以美國疲於奔命 兩邊疲於奔命 所以今天中東發生戰事 美國不能說再去全部針對中東 亞洲又留下真空 所以美國一定要留下 在亞洲的部分的一個存在感 部分的參與感 也避免將來亞洲可能發生 而且更何況今天朝鮮曼島的問題 還沒有解決 尤其台海的緊張其實依然存在 美國必須要關注中東的同時 也必須要留些心力在亞洲地區